好 接下來要來看到就是天氣的變化 這個週末大家可能乖乖在家 防台比較安全 因為颱風耐格 禮拜天就會影響到台灣 要盛防強烈的降雨 我們來聽氣象局最新的說法 來做一個說明 從路徑的前世圖上來看 目前耐格颱風的位置 大約是距離台灣的東南方 1300多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那它的移動方向是持續的 朝菲律賓旅宋的方向上來前進 那到了過旅宋之後 它的路徑上就會開始逐漸北轉 那北轉進入到巴士海峽之後 就是往巴士海峽到東沙島海面 這一帶的方向上來移動 那從強度的部分 目前它還是一個輕度颱風 那我們預期它在接近旅宋島之前 也就是在29號之前 它的強度還有稍微增強的趨勢 那預估它的強度是以 中度颱風的下限或者是輕度 颱風上限這樣的強度是機率最高的 那在過了旅宋島 北轉的過程當中 強度預期上會稍稍的減弱 那再從細節預報的圖來看 我們把細節預報說明一下 這些點位是模式 根據不同條件下運算出來的結果 那每一個點都有可能是颱風未來出現的位置 那從這些點位的計算上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29 30號之前 它的計算的一致性來講是比較高的 那可以看到北轉 出旅宋島北轉之後 就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分歧 那比較多的模式是會北轉之後進入 北轉之後到巴斯海峽一帶 然後再逐漸的偏西 那但是還是有一部分的模式會沿著 台灣的東部外海北上 那甚至比較接近台灣地區 所以可以看到出旅宋之後 它的預報的不確定性是相當的高的 那至於天氣的部分 我們有一周的圖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我們要在今天的天氣圖上來看 我們北邊有高壓 南邊有耐格颱風造成的低壓系統 所以台灣附近的氣壓梯度是比較大的 所以台灣附近的東北風是比較偏強的 那在這種形態上 我們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 北部東半部地區的降雨距離 還是會來的比較高一點 那到了明天的話 其實是類似的天氣形態 可是到了禮拜天的晚上 可以看到其實耐格颱風 已經漸漸的從旅宋要開始北轉 所以它的外圍環流 會開始影響到台灣地區 那北部東半部的雨勢就會增加 那其實後面的形態 主要就是受到耐格颱風 它的路徑的 還有耐格颱風後續路徑的影響 所以不確定性是比較高的 那近期來看 我們看到台灣目前的天氣現況 我們剛剛提到今天來講 都是收到比較強的東北風 東北氣風的影響 所以在銀風面的北部 尤其是大台北跟東半部地區 雲量上來是比較多 那降雨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整個降雨的趨勢 我們從電量降水預報來看 今天的降雨趨勢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提到 今天其實還是在 銀風面的北部東半部地區 也就是大台北跟宜蘭花蓮上來講 降雨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甚至到了晚上 北邊的降雨機率會稍稍的提高 甚至在桃園以北地區 也有些降雨的機會 那整個降雨趨勢呢 過了明天之後呢 我們用降雨的趨勢圖來說明 整個天氣形態到禮拜天的白天之前 都是跟今天的類似 那降雨的範圍呢 主要是在我們的 桃園以北跟東半部地區 那特別是在東北部地區呢 還有可能出現 局部比較大的雨 甚至局部大雨的機會 那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 禮拜天也是30號的晚上之後呢 就會受到 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那這一部分的不確定性 是比較高的 我們預計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呢 會到11月2號 也就是下個禮拜三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哦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享有折扣哦